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心灵法门的第一大法宝是念经 为什么要念经 首先念经拜菩萨不是说佛菩萨就把我们的业障消掉了 而是因为念经拜菩萨本身就是功德 功德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 佛经上讲念经的火爆不可思议 成就不可思议功德 所以念经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积累功德消除业障 第二 念经还可以帮助我们偿还感情上欠下的业债 化解冤解 感情上的问题许多都是前世的因果 如果不懂得通过念经还掉 就要一辈子吃苦 同时经文都是佛菩萨所说的话 念经可以让我们与佛菩萨接通气场 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认识到个人的渺小和微弱 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过于自负 自己取得一点成就 自己取得一点成就就认为什么事都是在自己的掌握范围之内的 殊不知在因果和夜灵面前 我们任何人间的成就与能力都是微不足道的 敌拜的王子富有四海 但是在三十三岁关节的时候 依然逃不脱因果的定律 失去了生命 而我们又有什么依靠能够保证我们一生平安呢 所以在人世间只有通过诚心念经 依靠佛菩萨的力量才能够脱离疾病痛苦 消除业障 敌苦得乐 心灵法门念经的功课有三大经文 为每日必修 他们是大悲咒 心经和领佛大忏悔文 功课的第一个经文是大悲咒 大悲咒的全称是 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他出自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 为利乐一切众生而宣说 他的功德广无大海而无法说尽 无论是消除业障 化解灾难 得善于愿 还是究竟解脱 都可以持送此众 观世音菩萨曾经发愿说 若有持送大悲咒的众生 堕入三恶道 念诵大悲咒的部分功德功效有 能圆满终生一切愿望 其类的人应该多念诵大悲咒 既产意 既产养了宇宙人生 远起信空的原理 又显示了波罗尔真空妙理 是智慧的核心 或者佛罗密多心经 是由观世音菩萨所说 也是接通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念诵心经的利益有许多 其中的部分功效是 去除烦恼 忧郁 焦虑 压力 抑郁 转变我们的思维 开启我们的智慧 同时小孩不听话 家人不信佛 物质等等 都可以为他们念诵心经 心灵法门功课的第三个经文是 礼佛大忏悔文 至心念诵礼佛大忏悔文 至心忏悔并按照 礼佛大忏悔文的要求去做 可以除灭一切重罪 不断恶道并早成佛 今光明晶云 所谓金光灭除诸恶 千姐所作极恶重罪 若能至心疑忏悔者 如是重罪息皆灭尽 我经许说 忏悔之法是金光明 清净微妙 速能灭除 一切业障 所以忏悔是我们修心修行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礼佛大忏悔文 可以帮助我们忏悔 今生或者过去生中 所做的业障 有些人说念经没有效果 就是因为业障太重了 所以需要先念诵 礼佛大忏悔文 来忏悔这些业障 同时配合念诵 小房子来消除这些业障 才会见效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一个人只要能够诚心感应 诚心改过 佛菩萨一定会有所感应 以上就是心灵法文的三大基础功课 同时心灵法文的功课中 还有一些小咒 是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 选择念诵的 第一个是往生咒 往生净土神咒 出自拔一切业障 根本得生净土土罗尼经 是用于超度 曾经因自己而死去的小动物 家禽 海鲜 昆虫等等 第二个是解节咒 解节咒出自 佛说解百生冤结 陀罗尼经 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和化解 人与人之间的冤结 在生活中 可以有效地改善 我们的人际关系 比如恋人误会 家人误合 父子母子不误 还有和同事老板职员之间 等等的关系 任何的人际关系 都可以通过念诵此咒来化解 第三个是消灾吉祥神咒 消灾吉祥神咒 出自佛说赤圣 纳威德消灾吉祥 陀罗尼经 此咒功德利益 能消除诸种灾难 成就吉祥事 在生活中 念诵消灾吉祥神咒 可以帮助我们 摆脱官非 解决丢钱找钱 吵架罚款 同时如果突然生病 做了遇事梦 遇之有难 做了噩梦 都要多念诵消灾吉祥神咒 最后一个是准提神咒 准提神咒出自 佛说七句之佛古准提 大名陀罗尼经 此咒是心想事成咒 能令一切所愿 皆夺圆满 所以当我们有一件事情 想要祈求 希望能够祈求成功的时候 可以念诵此咒 比如祈求事业顺利 婚姻圆满 学业顺畅等等 以上就是心灵法文的功课 心灵法文的念经 除了念诵功课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念诵小房子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念诵小房子 人身上其实有两种病 一种是肉体病 就比如伤风感冒 跌打损伤等等 这种病一定要看医生 但是另一种病是业障病 在医学上很难治疗 而且很难解释它发病的原因 因为它是由灵性引起的 所以它的病情是不规律的 典型的业障病有 癌症、肿瘤、精神类疾病 比如抑郁症、自闭症、忧郁症等等 还有一些医学上的疑难杂症 都属于业障病 这些病只有把灵性抽不走了 才有可能通过现代医疗手段 有效治疗 同时我们现代人普遍造业 比以前多 所以现代人得业障病的几率 也比以前高 现在的癌症、肿瘤、抑郁症的患病几率 也越来越高 比如过去女性很少打胎 现在女性几乎都会有 堕胎或者流产的经历 所以现在女性得乳腺癌 子宫肌瘤的几率也大大增高 这就是由于堕胎的阴灵造成的 我们的业障就像是炸药 在它没有爆发之前 可能念几十张小房子 就消掉一个很大的业障 等到它爆发了 相当于这个炸弹已经爆炸了 它可能就是一个癌症 可能念上千张小房子 也不一定能好 所以我们学佛还债 念经还债要趁早 不要等到出了事情 才临时爆佛脚 那如果我们已经犯下了这些错误 造下了这些业要怎么办呢 就是通过念诵 卢台长经常提到的 小房子来解决 什么是小房子呢 大家请看一下大屏幕 小房子其实就是一套佛教精魂组合 它是由大悲咒 心经 网生咒 和七佛灭罪真言组成 也就是屏幕上的这一张房子 因为它的样子像一栋房子 所以我们俗称它为小房子 那么小房子可以用来超度灵性 消除业障 化解冤结 从而帮助我们在人间消灾改命 在人间环境业战 将来往生时才有可能超脱六道 进入西方子的世界或者四神道 念诵小房子有特定的故事 而且必须要先念功课做进行 2017年2月 让我们再相聚佛光普照的新加坡 热忱欢迎您的到来 感谢您的论